寡妇你还戴着个拖油瓶 你缠着我小哥干嘛呀 我小哥那什么人 怎么可能能看上你呢 你别以为你有几分姿色 你就了不起了 我们家是铁定不会同意的 我又不知道你是试了什么 妖法把我小哥给搞定的 不过我告诉你 他早晚有天会清醒的 等他醒了以后啊 你俩还得离 到时候 你就当两次寡妇了 三思啊 有句古话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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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就在这儿玩 不许跑远了 接得早点回来啊 你是蓝芯吧 是 我是郭虎的妹妹 郭娥 你找我 对 我找你 有事吗 有句古话 夜不上楼吧 到楼上说吧 来吧 进来吧 进来吧 有句古话 坐呀 别客气了 坐吧 有句古话说得好 有句古话说得好 喝水吗 给你泡点茶吧 我们家有红茶绿茶 不过那些茶叶都挺普通的 你要喝哪种啊 都行 好 那就 给你倒红茶吧 他们说 红茶是氧味的 别客气啊 谢谢啊 谢谢啊 小心烫啊 没事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嗯 有句老话 嗯 古话说得好 没有那个金刚钻 就不揽那个瓷器壶 不是这句 嗯 但是我想不下来是哪句了 那 那你慢慢想 今天晚上 在家里吃顿便饭吗 你小哥来了 来来来来 小心点啊 绕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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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哎哟 慢点儿 小心点沉 哎 我直接给你装上了啊 哦 走走走 你别管了 你别管了 我来坐 哎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哎呀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拿包 大姐 让我来的 大姐 她跟你说啥了 没说什么呀 她一进房间就一直在说 有一句老话 然后我也不知道 她要说什么 有句老话 肯定是家里知道 咱们的关系了 没事 反正他们直早才知道 好 你说呢 要不这样吧 我去找大姐探探风 顺便跟父母摊牌 把咱俩的事解决了 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 你也别讲了 我不会讲 我讲道理 放心吧 咱不会不听我的 我这就去 我不知道你施了什么 咬法把我小哥勾搭上的 但是我知道 等她清醒以后 她一定会后悔的 到时候你俩还得离啊 你就当两私寡妇了 三私啊 怎么样 大姐 我这套词还行吗 还行 废了点脑子 那蓝芯什么表现 她啊 她 她就低个头装委屈 你们俩没抄着起来 没有 我是有素质的人 我不能骂街啊 她要是这么能忍 这事还真不好办 不是 不是 大姐 你说她也没还嘴 我总不能动手吧 你呀 是什么神都敢请 什么神都请不到 大姐 你啥意思啊 我都按照你说的去做的 你现在又横条鼻子 竖条眼呢 我知道了 你不就是不想给我东西吗 扫着这样我就不让你当枪使 反正我告诉你啊 大姐 今天你要不给我这东西 我就带你家就走了 行了 行了 拿走 这些人不拿走 我已经给你了 你的视频 就还不出来 你不 terror啊 所以你一个人 我自己的经历 你不可能 你不再说 你不许多让你去 你了 你不许多让你去 那地人的 你们可以来 你也来了吗 大姐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蓝芯的事 我劝你们俩别瞎折腾了 我跟蓝芯的事已经定了 我在车队已经宣布了 打算跟蓝芯结婚 咱们家人 根本就不会同意的 你知道吗 没关系啊 我可以做他们工作 你做什么工作啊你 什么人不好找 你找那么一个人 大姐 她是什么人啊 你了解她吗 你凭什么评价她 你们俩根本就不般配 这鞋合不合适 只有角知道 凭什么说我们不般配啊 我还觉得你跟老曾 挺合适的呢 滚虎 你就应该跟他在一起啊 来 郭老师啊 我这上罗还犯嘀咕 我怕谁在家 这 这 老曾大哥 这虎子 曾大哥 丫头也在 这是你们单位发的 不是 这是我托着人啊 从东北给弄来的 东北打米 好吃 真够有心哪 谢谢啊 你客气什么呀 你进来坐吧 不了 你们一家人 你们聊吧 那我就走了 赵大哥再见 你们常来啊 再见 别说这老曾大哥真挺好的 说你的事呢 我跟你说 谷总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也没开玩笑 要不是因为你是我弟弟 我才没工夫搭理你 大姐 要不是因为你是我姐 你是我妹 我今天也不会这态度 小哥 你别说话啊 你的事我过后再跟你说 大姐 你也是有个感情经历的人 我的感受你应该清楚啊 正因为我曾经走错过路 所以才不希望你也走错路 大姐 我和蓝芯的事 我会跟家里人说清楚的 你们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想法 能不能过后再说 我求你们不要打扰蓝芯了好不好 我要说都说完了 我走了 走啊 再不走天黑了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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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 行了 你还是走吧 我有一个想法 我都再说 好